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关注到澳大利亚的生育率已经跌至历史低点 2023年出生人数仅为286,998 生育率降至每位女性1.50个孩子 专家警告 这一趋势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影响 甚至引发类似于韩国和日本的生育危机 政府被呼吁采取行动 解决住房可负担性 经济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与此同时 Victor Kumar的故事 引发了人们对房市公平性的讨论 这位从斐济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医疗工作者 通过投资租赁物业 成功建立了超过100个房产的投资组合 然而 许多大型投资者 如Kumar面临财务挑战 批评者认为 这些投资者在税收激励下受益过多 导致首次购房者面临更大的压力 年轻人们对此感到沮丧 生活里的一些重要里程碑因此被推迟 最后 随着华尔街的乐观情绪 传导至澳洲 积极财报后 趋于稳定 投资者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然而 亚洲市场对芯片供应商的警告反应消极 科技股受到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澳大利亚的生育率正在急剧下降 2023年仅为每位女性1.50个孩子 创下历史新低 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3年注册的出生人数为286998人 生育率在过去30年中 从1993年的1.86逐渐下滑 年轻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下降 许多人对未来缺乏信心 尤其是在气候变化 住房可负担性和性别平等等问题上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人口学家 Lace Allen警告说 一旦生育率降至1.5以下 经济增长将受到影响 年轻人将更难实现他们的家庭愿望 可能导致人口持续下降 形成人口炸弹 在另一个报道中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关注了Victor Kumar的成功故事 他凭借早期的投资 积累了超过100处房产 移民到澳大利亚起初只有不到5000澳元 但通过房地产投资 他们实现了财务自由 然而 尽管Kumar认为 投资者在增加住房供应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数据显示 拥有20处或更多房产的投资者 在2021-22财年平均亏损 这引发了对现行税制的讨论 经济学家Greg Jair Eco指出 现行的复扣税政策 更多的汇集大型投资者 而非普通家庭投资者 导致房屋市场的财富差距加大 悉尼陈锋报则报道了美国股市的最新动态 标志着经济复苏的迹象 美国主要股指 在摩根士丹利和联合航空等公司 发布超预期财报后稳步上涨 澳大利亚股市预计也将开盘上涨 尽管澳元继续下滑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已开始降低利率 旨在实现2%的通胀目标 同时保持经济增长 随着市场对未来经济的乐观情绪上升 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也在增强 尽管面临来自国际市场的挑战 尤其是在半导体行业的波动 悉尼陈报报道 澳大利亚银行将需要在贷款申请中 评估潜在房东是否有能力维护其租赁物业 这一新提案 旨在改善租户的住房负担能力和生活条件 消费者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执行官艾琳特纳表示 银行在评估房贷时通常考虑借款人的生活开支 但却忽视了投资者在贷款期间需要花费的维护费用 特纳呼吁借款人在购买投资物业时 必须考虑整体费用包括维护和修理 新南威尔士州租户联盟的首席执行官 李奥·帕特森·罗斯则认为 银行应将投资贷款是同于商业贷款 确保借款人能够履行其责任 研究显示 澳大利亚四分之一的租赁物业需要维修 而提高对房东的要求将有助于筛选出更负责任的房东 雅虎美国报道称 瑞士政府提议自2026年起将销售税提高0.7个百分点 以为年初通过公投增加养老金提供资金支持 这项提案需经过议会批准 并在公投中获得通过 若成功销售税将从8.1%上调至8.8% 此外酒店的销售税率将从3.8%增至4.2% 日常必需品的税率也将上涨 瑞士的消费者面临欧洲最高的食品价格 政府还计划减少从邻国进口商品的免税额度 以保护本国农业 此次税率调整被认为是应对养老金支出增加的重要措施 反映出瑞士在社会福利和财政政策上的新动向 日经亚洲发表了K.K.R.联合创始人亨利·克拉维斯的观点 他认为日本正面临重大的复兴机会 克拉维斯指出 虽然日本在多样性和国际化方面仍有待提升 但年轻的日本商界人士充满活力 渴望变革 他回顾了日本在1980年代 措施全球市场主导地位的机会 强调了当今日本经济复兴的潜力 克拉维斯提到 当前政府在推动公司治理改革和鼓励外国投资方面的努力 将为日本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他希望日本能够实现 地方资本转化为地方资产的 理念促进国内资本的循环流动 以提升经济韧性和竞争力 BBC报道 北爱尔兰投资局首席执行官基兰·多诺赫 在斯托蒙特委员会上表示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 由于双重市场准入政策吸引了外资投资 双重市场准入是北爱尔兰脱欧协议的结果 使得北爱尔兰制造商能够比大不列颠的企业 更好地接入欧盟单一市场 同时保留对英国市场的完全访问权 多诺赫提到 尽管目前对这一政策的认知仍然较低 但他相信未来会有外资投资机会 投资局已成立专门团队致力于推广这一政策 经济部长康纳莫菲正在德国与潜在投资者进行洽谈 纽约时报报道 奢侈品巨头LVMH的股价 因对中国消费者的担忧而大幅下跌 该公司在最新财报中透露 去年同期销售额下降了3% 并首次出现时尚和皮革制品部门的销售下滑 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感到不安 尽管北京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 但消费者信心依然处于低谷 LVMH首席财务官表示 当前的消费信心已回到疫情期间的低点 尽管面临压力 一些分析师仍然对LVMH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认为刺激信号可能会促进需求的回升 日经亚洲报道 泰国商业银行SCB 推出了首个基于稳定币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 旨在巩固泰国在银行和金融创新领域的区域领先地位 该技术将为SCB的零售客户提供更快的国际交易服务 且在通过区块链技术降低了银行的运营成本和交易费用 尽管这一项目已通过泰国中央银行的监管沙香 并全面商业化 但参与公司未给出预期的用户增长预测 SCB的竞争对手们也在开发类似的项目 表明在东南亚地区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数字支付的快速普及 使得金融科技创新成为趋势 新加坡近期迅速通过了一项保险法修正案 以增强政府对合作社相关保险公司收购的监管权利 此举源于德国巨头安联 以收购本地公司引发的公众担忧 新修订的保险法 赋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部长更大的权利 可以在文化、社区和青年部长反对的情况下 阻止此类交易 此次法案的通过是因为 安联在7月宣布计划以22亿新加坡员 收购由新加坡全国工会企业拥有的 Income保险公司 这一举动引发了对Income 是否会失去其合作社和社会企业根基的担忧 新加坡的保险市场竞争激烈 拥有超过50家直接保险公司 安联的收购计划原本旨在扩大 其在新加坡的市场份额 尽管政府已决定不支持当前形势的交易 但安联表示将与相关利益方紧密合作 考虑对收购方案进行修订 思想先驱报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收到三度简报 定文字幕 Buds the ground Stories spin Walls come down Voices merge in the sound Vaces mix in the crowd Broadcasters paint the scene World events on our screen Every link a different the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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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